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你一起看非洲 前两天来了个新同事 所以说这些生活物质的话 消耗的就比较多一点了 不过新同事是湖北遗唱的 也会烧的一艘好菜啊 我们就可以省很多事情了 今天也算是大采购吧 看一下这边的价格跟品种 大家感觉这边的价格跟国内有多大差异啊 之前也专门拍过的 让大家更具体的看一下啊 今天的话叫超市送了这么大一桌菜 够我们三个人吃四天 或者是五天的样子啊 不过肉还有很多 就买了一点这个猪心跟猪耳朵 其他的都是素的 看一下这品种 黄瓜 胡萝卜 这个是什么瓜啊 四季豆 姜豆 白萝卜 西红柿 茄子 洋葱 白菜 土豆 都不干 品种够丰富吧啊 还有点这个十三香 来我们看看价格啊 像这种猪耳朵猪心 五千一个 四千一个 也就几块钱 像这种其他的话 那差不多也就是 两千五三千一公斤 就差不多五六块钱一公斤 这些菜啊 感觉上跟国内有多大差异 总共的话 九万六 差不多就是一百八九的样子吧 这么大一桌菜 在国内要多少钱 说实话超市的那些品种 还是比较丰富的 国内的那些菜品 基本上在这边也能买的 还有一些小龙虾呀 螃蟹呀 或者是一些海鱼呀 淡水鱼的也都有的 下次的话去搞点什么 螃蟹龙虾过来 加加餐试一下啊 多个人会做饭的话 就可以轮着来 也不用经常做那么辛苦 不过三个人也吃不了多少 买太多的话 放久了 烂了 坏了 也就浪费了 准备个三四天的 也差不多啊 好了 这也算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边的 那个蔬菜的情况啊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